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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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中央更主張實質審查 杜絕人頭黨員 但改革卻分兩階段 我們也二級二審 如果地方在審查的時候 有壟斷杯葛 或者對當事人權利 不知道還是有中央 可以二級審查來救急 黨中央將主控權丟回地方黨部 但要怎麼防人頭黨員 要怎麼查人頭黨員支持誰 雖然雙手一攤在討論 基層也難為 黨中央如果不能徹查 大量黨員同處一室的通訊地址 或要求黨員公開出席宣誓典禮 要管控人頭黨員 簡直難上加難 無論地方黨部 或中央黨部都沒有調查權 那甚至可能涉及到 個人資訊的問題 所以這種情況下 要真正做到實質審查 那個難度真的是非常高 至少恢復這種宣誓的制度 讓黨員有聚在一起 讓黨員之間 彼此認識跟互動的機會 這個可以 民進黨人頭黨員 掌控派系平民權 明年的簽合一選舉要全民調 還是重回黨員民調 3比7 隊員內部還在角力 面對人頭黨員的 歷史共業 孫昌口號響亮 卻還拿不出具體作為 中央新聞 中央新聞 李鴻杰 邱聖文 伊朗 台北 採訪報導 好 所以看到 所謂的實質審查 入黨的一個申請 就能夠解決 所有問題的問題的 核心跟源頭嗎 當然不了 剛才看到的地方黨部 就是新北市的民進黨黨部主委 羅智正老師就說到了 根本沒有實質調查權 如何好好來調查 要來申請入黨的 這些人的背景呢 所以真正問題跟節點在哪裡 核心在哪裡 蘇主席不願意碰嗎 應該要查的是什麼呢 是到底誰帶領這些黨員 所謂的黑道黨員也好 人頭黨員也好 誰把他們帶領進入民進黨 這是不是 才是問題的根節點呢 所以現在現場 首先來請教邱毅老師 在政壇上您待了這麼久 您一定非常知道說 對於民進黨而言 人路黨員存在的價值 跟目的跟意義 所以今天在端一個 所謂實質審查 但是現在地方黨部說 你求丟回來給我 也很不道德 但重點我們剛剛講的 核心問題是 誰帶這些人入黨 蘇貞昌不敢碰 蘇貞昌當然不敢碰 因為重點的問題 不是所謂的染紅或 藍黑的問題 重點是人頭黨員的問題 那蘇貞昌自己 就是人頭黨員的受益者 既得利益者 他怎麼會去碰這個問題呢 你看蘇貞昌到了台中 他出來講話的時候 媒體上展現那張照片 他旁邊站的人不是薛靈嗎 不是陳勝宏嗎 那後面站的不是薛靈的兒子嗎 那薛靈是民進黨裡面的 人頭大戶 這誰不清楚呢 沒有人頭黨員 能夠順利的做了 兩屆的不分區立委嗎 那陳勝宏在黨內的地位 不就是因為他有個陽性 有財力 跟這些人頭黨員之間的實力 所以才使得他們在黨內 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對於角色 你想想看蘇貞昌出來講話的時候 旁邊站的這些人 你認為他會敢解決 人頭黨員的問題嗎 那不是等於把自己的利益的 根給剁掉了 所以重點的問題 我覺得蘇貞昌根本沒有回避了 真正的問題 你在台中 揽紅揽黑 然後實施審查 我請問你 你要如何實施審查 民進黨 黨部又沒有公權力 你叫他怎麼做 實施審查呢 好那重點的是即使你今天有些黑道或八大行業 他要入黨 其實也可以啊 也有人跑去入國民黨的 任何政黨這都是防不勝防的問題 重點是人頭黨員嘛 而人頭黨員背後是什麼人 就是那些有實力做不分區 有實力做中常委 做中執委的人嘛 你敢剁這些人嗎 你敢從這些人開刀 那才叫真正解決問題 實質解決問題 所以現在要實質審查 但是沒有完全能夠來做到實質解決問題的核心 所以剛剛邱委員已經告訴大家 為什麼實質問題 蘇生昌不敢碰 他需要人頭黨員 他才能夠當上黨主席 要維繫他明年能夠連任成功 當然更多的人頭黨員能夠把票投過來 那麼他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 在前進2016 對於現在端出所謂的實質審查 這個作為 我們帶你看看 各地方黨部是怎麼要來認同呢 很難認同 因為這個問題全部丟回給我地方 剛剛委員點到了 沒有調查權 要大家怎麼去實質審查 所謂要入黨的人身份有沒有問題 我們首先帶大家來看到 金融市黨部主委張錦黃怎麼說 這件事情呢 黑道入黨最開始就從金融市蹦出來 他說呢 入黨者拒絕沒有重大犯罪 是意義不大的 除非是知名的這個黑道人士 否則很難查出來也對 除非是知名大家都認識 否則怎麼查 那麼羅志正主委 新北市的主委 已經告訴大家 剛才我們帶您看到 這個實質審查的困難度就在於 因為大家都沒有所謂的調查權 沒有調查權叫大家怎麼查 再來看到桃園縣黨部主委 鄭文蔡又怎麼說 鄭文蔡說到呢 這個重大犯罪要怎麼去定義它呀 這部分恐怕黨中 你要說清楚講明白 因為這頭涉及的還有調查法 要調查的是涉及這個個資法的問題 要怎麼樣過濾出黨員呢 這個部分就要一個細部的一個設計 但這個設計交給地方來做嗎 所以當然地方黨部不可能 對每個申請人通通做人員的一個調查 地方黨部也沒有這個人力 所以這樣做呢 求丟給地方黨部意義又何在 黨中要你只想謝責 再來看到是台南市黨部主委蔡旺權 他怎麼說呢 乾脆這樣子大家在這裏獲悉你 我這邊提供你一個更好的方法 還要黨員來幫忙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他說建議未來這個新進的黨員 想有投票權很重要的投票權 的入黨時間把它拉長吧 現在是一年未來改為三年 是不是能夠杜絕有心人士在這裡做操弄 所以看到這請教莊委員 這個那麼多的問題 地方黨部反映出來沒有實質調查權 連到底這個問題入黑的 還黑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還要地方黨部來交黨中央 你該修修黨綱吧 其實很多方法可以來防堵 但你都不做做的是打高空的狀況 你們的黨還值得期待嗎 這個是我看到這個情況的發展 我真的非常的難過 其實黨中央在第一個時間內 不應該馬上斷南的這種處置 因為這是很嚴肅的問題 現在大家對民進黨的期待很大 所以希望民進黨是一個往上提升的 但有這種傳聞 你應該立刻組一個調查委員去調查 其實沒有調查委員會 你知道嗎 黨中還有個聯政委員會 聯政委員會 只要簽罩黑金 人頭黨員 他都可以主席就授權了 就直接去調查 而且這個聯政委員會 他的位階非常高 聯政委員會的這個主委 是跟黨主席是平起平坐的 那應該立刻用這樣的一個機制 啟動這樣的機制去調查 以平息大家的這樣疑問 我覺得處理這個東西是 第一個中央要扛起責任來 那地方要受到保護 因為地方不可能可以審查嘛 怎麼審查 大家都知道地方黨部 不要說有沒有審查權 不要說有什麼調查權 他只有小貓兩三隻啊 大家都人很少嘛 然後誰敢得罪這些推薦呢 那推薦這麼多的 大部分都是地方有利人士嘛 怎麼可能會一下推薦 四五百好幾百人的 都是有利人士嘛 那這種有利人士 誰敢得罪啊 然後又要說地方去審查 然後地方是中指委 三分之二通過 然後才能怎麼樣怎麼樣 才能交到說有疑問 才能交到中央來 這是不可能 這是推卸責任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真的呼籲就是說 黨中央要扛起責任來 黨員要的是真相 而且要把這個喔 徹底清楚 民進黨在這樣的一個節骨眼 不能有任何給社會 一絲一毫的疑問 否則這個黨喔 真的會往下沉淪 我覺得真的很慘 現在大家對民進黨的這種期待很深 大家都希望民主政治 兩個政黨是要比好的 不要在那邊比爛 那這種以前 民進黨是靠民主 靠反黑金起家的 你今天有這樣黑金的這種疑雲 有這種黑的疑雲 你應該斷然處置 不要忘記喔 幾年前 蔡英文還處理過這種人頭黨員的 這種問題 我們當時要求就是說 你是不是親自這種繳費 而且這種人頭黨員喔 你也可以就是說 實質地要求去調查嘛 看是不是有這種 你是不是親自繳費的嘛 這個就很清楚嘛 找來問或是抽樣來問 這個都很好做 而且這個一定要 中央扛起責任來 不要去判斷 不要把責任推卸給別人 好 這個莊委員講的事情 非常非常之清楚 看到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整體的一個染黑事件 燒了12天 黨中央終於有動作 黨主席終於端出一個實質審查 但現在顯然呢 大家看到這都無法接受 因為這是個向下沉淪的做法 黨中央看來有 連政委員會可以處理 而任努黨員我們其實也可以有抽樣 不是組一個特別的調查委員會 都可以處理 其實通通不難 但是我們的蘇主席想了 12天能夠做出來的方法 還是讓大家真是搖頭不移 所以請教這個謝委員 因為這次蘇主席也推給國民黨 是你們想要染子 是國民黨要染黑民進黨 所以要請教 國民黨到底有什麼本事 可以染黑民進黨 這個是你們組的這些人 人頭黨員部隊 去加入民進黨的嗎 我想這個事情 已經發生了十幾天了 然後呢 一開始其實 這些人透過了一些管道 如果要跟民進黨來入黨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了解到 這可能是過去我們有經驗的那一批人 那為什麼講有經驗 就是說 事實上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感覺應該就是同一批的人 那他們曾經有透過一些 國民黨的朋友 來跟國民黨接觸 說希望能夠來加入國民黨這個組織這樣子 但後來在了解了以後呢 那時候的 因為這個本身不是我自己處理 我只是知道有這個事情 那金融市黨部那時候就 在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覺得比較不是那麼單純 那所以他也把這個事情 有跟國民黨中央黨部討論過 我可能講一下下馬上把它講 就是說有討論過 那後來實在是覺得不是那麼適合 所以最後就是用很客氣的方式 很委婉的方式 跟這一批人就是說 不好意思啦 可能不是那麼適合這樣 但是這個處理的過程 可以是說從去年的年底 11月左右 一直到今年的過年前 農曆年過年前 增過這一段時間 所以這個事情其實是蠻清楚的 所以當這個民進黨 這個事情一曝露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並不意外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坦白講 我認為這個民進黨的朋友 可能不知道這些人 曾經有想要來加入國民黨 這件事情 那大家也都沒有講 不是說想要徹底拿來罵 因為基本上就是基於一個 哀驚勿喜的一個精神 就是說這個何必去罵呢 反正我們就很謹慎的 處理好我們的事情就好了 但是是一直到禮拜天晚上 有媒體訪問我說 蘇貞昌主席 針對於這一次的黨員說 這是你們國民黨搞出來的 是攔指的 那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就說 那這樣我跟你分享一個故事 我就把這個事情經過 很原本的講出來 那我的看法就是說 之所以他們會做這樣子的指控 應該是他們不了解 中間這個段經過 不曾你發現過這個段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就是給大家一個教訓 就是說事實上 這個事情處理到這麼久了 這麼久 反而都沒有辦法把它淡化 反而是越燒越兇 對 就表示這一件事情呢 它其實引出了一個民眾 或者是一般人心裡的一個 基本的恐懼 就是說如果連政黨都可以去參與的話 那事實上 對很多的人來說 它是會不受保障的 我覺得這是這一點 為什麼會做這麼注重 一個很關鍵的原因 所以看到這 謝委員也在這邊做了一番的一個說明 沒有錯 在昨天做採訪當中 他就點到了 是不是像同一批人 曾經先加入國民黨 那麼現在去加入了民進黨 國民黨做了委婉的一個婉拒 但是民進黨呢 在這裡顯然是沒有好好的一個了解嗎 至於原本的黨當規定很簡單嘛 年滿18歲有黨員的一推薦就可以加入 所以呢現在呢 蘇主席告訴大家 於是我們來個實質審查 就能夠杜絕這些問題 但是我們要問的是 要來告訴蘇主席的是 真正問題要杜絕的是 誰帶他們進來 不管這些人是多少人一起要集體入黨 但重點一定要有介紹人 這介紹的問題 是不是該才該好好的處理處理呢 那顯然我們現在是看不到的 好 地方黨部覺得說 你把這問題全部丟回一個地方 正是非常讓地方不知如何接受 那我們就來看看 那這個問題出現之後 端出了實質審查 那麼在民進黨一些呢 重要的黨中央或是重要人士 他們是怎麼看待 蘇主席想了12天 才想出來的解決方法呢 我們首先當然先看看 前主席蔡英文怎麼做 這個剛剛中文有說到 蔡主席以前也處理過人頭黨員的問題 那現在看到黨中要用實質審查的方式 來杜絕所謂的排黑 我們就來看看 他說 蔡英文說到呢 這個阻止黑道入黨 是不能夠被攻破的一個防線 可見這個防線最後的一個底線 全黨都要全力的一個守住 要解決這個組織性入黨的問題 要成立一個專責的小組來處理 不能夠讓地方黨部來單獨面對 當過黨主席的蔡英文說到 單獨讓地方黨部面對 是做了不了這個事情 沒有辦法來處理的 可見得在這呢 我們來看到 蘇主席的處理模式是怎麼樣 推嗎 好 再來看看呢 這個也是前主席 在現場的題目上說 如果這些人是黑社會 民進黨黨綱已經有規定了 表示民進黨的黨綱裡頭 是有相關的一個排黑的動作 排黑的規定在裡頭 不是哪個人當黨主席的問題 就是你要不要做咯 但是呢 這個入黨的程序不合 或是代繳黨費 這是完全不可以的 但這個問題有民進黨內部 大家願意好好的來處理嗎 如果代繳黨費問題要處理的話 哇 這人同黨員很難經營下去 所以蘇主席在這完全不碰嗎 但你看看那麼中指委洪志坤說的更重了 說到呢 做得到的事情不去做 做不到的事情拼命的講 這叫做假反黑 他直接定位這次事情的處理模式叫做假反黑 如果判定入黨者是紅色或黑色 或不積極的認同綠色呢 他認為這樣的實質審查 根本還叫做這個思想檢查 民進黨是不是非常非常退步了 來看到的是 吳子佳美麗島電子報的董事長 在這個時候發表這樣的看法 認為說不到一年時間 蘇貞昌是用盡各種方法來證明自己 已經是個不被期待的人了 所以這次這個處理模式 他也是完全無法接受 所以近來我們看到這裡 地方沒有辦法接受 黨裡頭幾位大頭也說這叫假反黑 這裡不是不能處理的 蔡英文各特別強調 這個組織性的入黨問題 黨中央你完全不能夠推脫責任 跟剛剛莊委員講的是一樣的 現在看到蘇貞昌主席這一次的處理模式 處理到這樣子的一個地步 實在是因為他沒有辦法 沒有人頭黨員 所以一切都是因為自私自利 沒有辦法把這個問題 真的是公允的秉公來做處理 這整個證明 整個大家都看到了 都是為自己 那這件事情 在目前處理到現在 必中就輕 因為剛剛這裡 蘇貞昌也不是今天才在民進黨 在民進黨已經待這麼多年 那對民進黨的文化 還有民進黨的問題其實非常清楚 可是大家今天出來開記者會 談的還是這樣子 就讓大家看到 他後面有一個故事 那一個故事沒有辦法讓大家知道 那今天要問的是 如果把這件事情 從頭到尾攤開 郭正亮講了一個事情 羅茲政講了一個事情 金融市黨部也有一個事情 也只指柯建明 台中市還有一個台商 也有三千多人 如果加起來大概五件事情 真正要做的是 你短中常來看這件事情 這五件事情 要不要釐清給大家一個交代 要就像剛剛 這個莊蘇漢委員講 你成立的調查 假如基本上 應該要約詢 把整個事情的來容去 這五件事情 是單獨的 什麼樣個別事情 就像你剛剛講的 他後面是誰 那他是怎麼樣的 派系 是怎麼樣的脈絡 這五件事情 他調查都沒有調查 到目前沒有啟動調查 但是你就看到了一個人 那個人叫蘇貞昌 出來就指指人家 打的是烏賊戰術 剛剛我們看到 謝委員在這邊講 還講得非常委婉 他可能不了解這個事情 我要問的是 你當過律師 你也曾經蒙冤受害 那這一路過程當中 你又今天是當過明代 當過縣長 又當過黨主席 今天當到黨主席的位置上 難道不知道這些程序嗎 他需不需要把來龍去脈 處理清楚 那過去如果說 國民黨這樣指 民進黨是怎麼樣怎麼樣 你今天不是用同樣的 污賊方式 把所有的問題往外丟 一個叫染黑染紅 指的是誰 指的是國民黨 指的是誰 指的是對岸 在這裡面 把所有的問題都往外丟 那我要問 你基本調查 調查了沒有 如果沒有 那你今天是不是更惡質 今天要講的是兩個事情 一個叫黨格 一個叫人格 他今天讓民黨成為 大家在這裡面覺得唾棄 國民黨是這樣黑烏烏的 那你不是也是壓壓烏 整個看起來 台灣對於政治 會覺得非常非常的沉淪 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 我們最近覺得 批馬是一個政治正確 你有沒有覺得批書 整個來講也變顯學 為什麼 他上任沒有做過 一件正當正確讓大家感動的事 那為什麼沒有做過這麼多 正當正確讓大家感動的事 會有這麼多人進來 在短短一到四個月 有三萬一千多人 跑進來民進黨 民黨這麼值得大家鼓舞 這麼值得光榮 讓大家覺得驕傲 我要來加入 我是民黨員 大聲讓大家知道嗎 沒有啊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所以現在看到 有一個很悲哀的狀況 就是蘇貞昂成為民黨的最大包袱 馬英九可能也是國民黨的最大包袱 現在我們的兩大政黨的黨主席 恐怕都讓大家抬不起頭 好這真糟糕 那最大的在野黨 也讓大家覺得是一個包袱 主席是包袱 那重點是呢 剛進南分析呢 蘇仁昂主席 擔任主席這將近一年來 到底做過什麼 讓大家稱讚的事 如果沒有的話呢 這個時候這麼多人 要來加入民進黨 還真是一個蠻奇怪的事 所以我們就帶您看到說 人同黨員的問題 對於民進黨來講 完全沒有辦法來處理嗎 我們來看到了 其實呢 人同黨員的兩大獨流的問題就在這 一個呢就是代繳黨費的問題 一個叫做人頭黨員的問題 代繳黨費的話 我們簡單幫大家來算一下 人同黨員一旦進來的話 會幫你繳兩年的黨費 就是六百塊錢 但是人同黨員進來要活動 為什麼要進來 為的是接下來的黨公職的選舉而活動 於是呢 這裡還有相當的動員費 以及答謝費等等 粗估一下 民進黨朋友算給我們聽 粗估一下 要養一個人同黨員下來 一兩年自討 在他身上一個人要花個三千塊錢 你說這個黨員要一拉個兩千三千 上萬個人同黨員 大家趕快算一下 要花多少錢養人同黨員 所以呢在這裡呢 人同黨員養得起的人 有限 要夠口袋夠深 再來看 人同黨員要怎麼樣進決呢 如果他是民進黨的兩大獨流之一的話呢 好 關鍵時刻 集體入黨 在這個關鍵時刻 选季要到了 現在大家集體來入黨 那麼這個要怎麼處理呢 真的是不難 馬上追追 幕後的介紹人是誰嗎 黑手不就立刻拉出來了嗎 但是這個部分就是現在講到的 黨主席 蘇生他你有做嗎 完全視而不見 要進黑金 其實呢 黑金的問題對民進黨來講 也是有制度的 民進黨的黨公職人員參選規定當中 是有個反黑金條款的 所以莊委員 你們黨裡頭機制還不少嘛 那獨流也都很清楚嘛 但是為什麼黨主席他通通就不做 蘇生他不做一切為自己 其實喔 現在 現在民進黨 大家注意到沒有 就是這個 關於這種公職的選舉 公職的選舉 其實現在都用全民調了 那現在 兩黨人頭有意義的是什麼 是那種黨職 黨職就是黨主席 中常委 中職委這樣子 那現在正在討論的是說 2014的這種議員的選舉 或是將來的這種總統選舉 或是立委的這種選舉 那要不要恢復這種7比3之比 可是這是在討論 然後經過這樣的一個這種 染黑的這種議員的話 我認為全民調又會贏 所以這整個來講的話 其實這種人頭黨員的這種最大作用 或是說 有這種黑道集體入黨最大作用 其實是要黨職嘛 就黨職的這個選 那黨職最重要黨職就是 會讓人家懷疑說 這是不是為了黨主席的這樣的一個選舉 那這個就是起人疑鬥 所以蘇貞昌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節骨眼 你們就要採取斷然的措施 黨媒要知道真相 而且要糟告 然後糟告我們社會 我們對這種黑金是絕對棄絕的 所以這個動作 我覺得是一定要去做 而且你們黨主席沒有糟告天下 你們杜絕黑金 對 這個一定要好好去做 而且這個絕對做得到 我跟你講黨的規定是什麼 你假如這種 連政委員會去調查的時候 你拒絕調查 黨紀伺候 你知道嗎 一定要被調查 你拒絕約行 黨紀伺候 好 所以這種 這種是很嚴肅 你假如肯有這種決心 其實相信 這種 染黑 我覺得這個黑 比人頭還更嚴重的是什麼 因為你人頭 現在其實你不管 你去看這個所謂人頭大物 人頭 他要花很多的時間跟金錢 而且去 去培養 感情幹什麼 那從某個角度來看 他還花了時間去經營去培養 那那些黨員因為這樣認同他 那我們還覺得他還有一點點正當性 假如說這些黨員是自己有好好的繳黨費的話 自己繳的話 可是黑的話 黑的話不得了啊 黑的話他集體是有組織性的 他是一個命令一個動作的啊 對不對 而且假如是量很大的時候 到時候當然影響整個選舉 所以你到時候整個選舉 你就等於是被關鍵性的人物就是這些黑來操縱 那他們投票率又特別高的話 那不是操縱了整個選舉 他不是嚇死人 所以這個東西 一定要對社會好好的交代 不然的話難度悠悠重口啊 好最大的問題關鍵點 其實呢 這個中委員已經告訴大家了 最擔憂的就是這樣集體入黨的 如果是黑的的話 接下來對整個民進黨根基的一個侵蝕 恐怕這才是黨員沒有辦法來相信 沒有辦法看到的 但是呢 中央主席視而不見嗎 待會回來